夜晚開車上高速公路本來好端端的突然鐵片噴飛 直接砸破擋風玻璃 當下坐在副駕駛座的富人也被擊中 可以看到她的手機往前直接飛掉 駕駛趕快減速靠邊打19 提到媽媽女兒真的好心疼不捨 事發在2號晚上7點左右 一對夫妻開車經過國道3號南下101公里處新竹路段 一輛車從外線切到了中線車道 就在這時路上有一塊長寬個約30公分的鐵片 輪胎壓過鐵片瞬間噴飛 砸中這對夫妻的車 被砸到的太太當場昏迷 昏迷指數6 現在人還躺在加護病房跟死神搶命 造成乘客頭部重傷約20公分的傷勢 急送新竹馬街醫院整治中 本案本大隊刑事組及竹林分隊 正積極調閱相關影像追查造勢車輛 但是這鐵片到底從何而來 警方目前調閱相關畫面比對 鐵片已經躺在路上好一段時間 不排除事發前一天就已經在那裡 諸副推測鐵片疑似從貨車上掉落 但是還要再釐清 現在家人心裡最重要的就是心愛的妻子 跟媽媽趕快清醒 TVBS新聞 陳世民 黃凱敬 新竹採訪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